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轮的比赛当中还在了首位出场 但是从第一跳到现在第三跳 不仅仅说是发挥稳定 而且整个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这一跳得到了75.84分 107B 难度系数3.0的动作 向前翻腾了三周半曲体完成的 中央1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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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画面回放一下 刚刚在整个同步的状态 应该还是不错的 同步分7分7.5 7.5 7.5 许多分67.5 可以看到整个同步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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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空中的三周半的翻腾当中控制挺好 好 山东 蓝志超 薛凯阳 看他们的第三跳 407C 难度系数3.2 向内翻腾 三周半报夕 几十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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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昨天的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当中 这样的动作都是挺漂亮的 但是放在双人当中 确实要求难度很高 在翻腾动作当中 需要选手们的周速越接近 分数越高 第二跳保持第二位的广东海银两名选手 看他们的第三跳同样的动作 几十分 几十分 8分 7.5 8分 7.5 7.5 同步分 7.5 7.5 8分 8分 十分 7分 73.92 发挥挺稳定的 这一跳得到73.92 目前也是同样 在小组当中排名第二倍 来自湖北浩沙的两位年轻的小将 107B 是不错的 现在对于小将来说 其实她可以选择在5米跳台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选手 对自己的要求是挺好的 19.30 马满 郭雨昂 湖北浩沙 107B 对于来自湖北浩沙 也是同样的动作 看看两位小小的表现 其实在整个入水前的感受同步行都是挺高的 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3.5分 7.5 7.5 7.5 同步分 5.5 6分 4.5 5.5 5.5 10分 52.20 皮雅文 陳靜雲 山西艾隊 407C 山西選手 難度系數3.2的407C 在這幾天的比賽當中啊 我們也能夠看得到 咱們的小小們 在跳台前準備時 根據不同的動作 準備的時間 調整的狀態 都有一所變化 咱們也是非常珍惜 在 簡陽文化體育中心跳水館的這場 角逐 希望每一跳 都能留下精彩的瞬間 也是為自己爭奪全英會跳水資格 博一把力 我們來看看這一跳 湖北號砂 205C的動作 在五米跳台的時候 上跳的高度啊 還需要再提升一下 就造成了動作在打開的時候 時間上還不夠充足 我們來看看這兩位小將 來自河北 來到7.5的高度 翻騰間轉體 向後翻騰一周半轉體半抽 難度係數2.0 7分 7分6.5 7分6分6分6.5 紅色分7分7分6.5 6分6.5 6分39.60 快起跳的時候兩位選手 包括身体有点天转的角度都是一致的 好 王良杰 王良坚来自广西 105B 难度细数2.6 向前翻腾了两周半 躯体完成了 如果再打开稍早一点 整个入水的雪花会控制得更好 福建周克第12组选手 他们的第三套动作407C 难度细数3.2 向内翻腾 三周半 躺西 7分 6.5 7分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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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分 6.5 7分 7.5 7分 7分 10个分分 68.16 这一跳获得了68.16 目前是来到了第三组动作当中的第三位 两千百能力润 躺西523110 广西两位小将 翻腾间转体 向后翻腾一周半 转体半周 难度细数2.0 他们两位年轻的选手 他们有很充足的时间来调整 在双人动作当中的协调性 来看看第14组出场 陕西号砂 他们的第三套动作 难度细数3.0 107B 向前翻腾 三周半 躯体完成 如果在起跳的时候再靠前一点 可能入肥的时候会更好 这一跳之后就需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了 黄佳乐与领组合北京水立方 107B 北京水立方的选手 107B 同样的动作 难度细数3.0 这两位小将完成了 其实对于年轻的小将蓝书在跳台上 其实并不占优势 因为这个对于他们的腿部的力量要求很高 好 来看看陕西号砂 105B 难度细数2.6 5米挑台 这两位选手在这一条完成的一个错误 7分 6.5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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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分 7.5 7分 7.5 7分 7.5 7.5 7.5 许多分 16.94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四川的选手 黄博 曾俊杰 难度细数3.0的107B 其实在入水的时候也是挺漂亮的 两位选手在跳的瞬间要同步性 也是更多的决定了他们在入水之后的状态 7分 7.5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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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64.80 你跳水这项运动 知道在一点几秒当中完成所有动作 其实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但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 就要通过不断的训练大赛当中历练 调整好自己的最好的状态 将其选手407C 难度3.2 完全不错 我们来看看啊 看看慢动作 向内翻腾三周半爆息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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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5.5 6.5 同步分 7分 7分 6.5 6.5 7分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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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伍一阳王斌翰 看他们的完成情况 其实整个动作在空中的 整个的保持的稳定性挺好的 这一跳得到69.12分 第二十位出场 广东海英的选手107B 其实在整个空中看上去 一致性还是挺高的 6分6.5 6分6.5 7分6.5 同步分7分7分6.5 6.5 6.5 许德分58.50 因为我们的这个现场看去 有多个角度差 所以每个人的观察 它角度都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咱们的裁判系 会设置这么多组裁判 不同的高度 北京水立方的选手完成 他们的第三跳107B 计时分5.5 6分5.5 6分6.5 6分 同步分6.5 7分7分6分6.5 许德分56.70 陈瑞智 徐新阳 上海号杀107B 好 来看看上海号杀两位小将 难度系数3.0的107B 他们的完成情况 其实对于这两位小将来说 这个动作发挥已经不错了 计数分7分7分7.5 6.5 5.5 7分 5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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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 许德分59.40 相信他们在调整好 心态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好的发挥 重庆的选手107B 一样的动作 其实对于小将来说 心理上的这个状态啊 是完全影响他们在这一跳 那一瞬间的成绩很大因素 对咱们心愿丰富的选手就是 不断地通过这样的磨练之后啊 让自己的心态更加趋于平静 其实任何的一个波动啊 激起的这个一连都会影响他们 接下来那么零点几秒的动作的一个判断 第24位出场 安徽好杀 这个是确实有一些失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 似乎好像也是在这个同样的情况下 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失误 但不万向大家进行致敬 其实他们的整个同步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入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打开时间确实还不够 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407C 难度技术3.2 向内翻腾三周版报夕 第26组出场 陕西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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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场 陕西选手 第26组出场 陕西选手 第27组出场 费用灰火 选手 来述火 第27组出场 陕西选手 反正在栏大战 零战 607C 17分 取得分67.20 李坤宇 张元轩 山东107B 来到了第27组选手 来自山东 107B 向前翻腾 三周半躯体 18分 8分 7.0 7分 7.5 同步分 7.5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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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16分 70.20 由承赞宋玉均天津好杀107B 好 第28位出场 天津好杀的选手 107B 107B 要示范 9元 四周半anger 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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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1-8入口 9元 海стро 1-8入口 4 球组选手107B 看看第三套动作的全场最后一跳 起跳的点其实选择的非常好 14.90本轮成绩已显示大迷路 好至此咱们的男子双人跳台的决赛前三组动作的展示到他们 平时的训练这方面确实我们就说需要磨练队员们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这一块 来看全场的第四套动作 第一位出场来自山东两位小将 207C难度3.3 整个状态保持前三跳的状态 上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这一跳得到68.31分 莫永华分反应 山西爱飞鱼407C 山西爱飞鱼两位先生 407C难度3.2 非常自如的完成了 比较自如的完成了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307C难度3.5C 一样的动作来到了江苏队 技术分7.5 7.5 7分7分6.5 6.5同步分6.5 6.5 7分6.5 6.5 16分64.32 玩具超薛海洋山东207C 好 接下来第四位出场 山东队的选手完成他们的第四套动作 207C 难度3.3 技术分4分3.5 4分4分4.5 4分 同步分4.5 4.5 4.5 5.5 4.5 时刻分42.57 崔正玉 周子峰 广东海域 307C 好 来看看广东海域的两位选手 307C 他们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这是他们的第四条 点点点 来看看我要的选手 打电话放到来 来看看广东海域的绳章运和 在前准跳的时候,这个状态都是不错的 在上一条的时候 也是保持的第二位 这一条稍微有点失误 我们来看看 湖北号砂的两位选手 407C 难度3.2 向内藩藤三周半报夕 我们说其实小将 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要去兼顾不仅是自己准备的状态 还要为队友去着想 选择一个好的状态 那么等待口令的 这个选手这个时候 其实随时是做好准备的 所以这也是双人跳的难点 也是表现好之后的精彩的看点 也是同样看看 这两位年轻的选手 来自湖北号砂 第七位出场 同样的动作 在这个动作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向内藩藤三周半报夕 难度3.2 其实往往在这个动作当中 年轻的选手可以看到 在发口令的选手的时候 整个的状态会好一点 等待口令的选手 确实随时都属于紧张的状态 山西爱飞鱼 207C难度3.3 向后翻腾 三周半报夕 几十分 五点五六分 五点四分 四点五四分 同步分 五分 四点五五分 五分 十分 四十八点五一 其实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前 有一些同步性的一些动作 其实也能够帮助他们 更好地达到动作的一致性 刚刚入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我们来看一下 湖北号砂的两位选手 107B 向前翻腾 三周半躯体 几十分 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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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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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分 五分 六分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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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分 四十八点六分 三周半躯体 那其实在今天下午的男子双人跳台决赛 我们来到了第四套动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这套第四套动作的时候 选手们整体的发挥来说 都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其实这样的小小的瑕疵 也是更好的帮助队员们 能够再歇下来更好的一个成长 广西的两位选手 205C 向后翻腾两收半泡息 好 接下来是第十二位出场 福建中克的两位选手 107B 难度系数3.0 在上一条他们是第3 看看这一条 技术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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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7.5 同步分 7.5 7.5 8.5 7.5 8分 指标分 69.30 好 名字上升了一位 来到了第二位 这下是广西队的两位选手 105B 难度系数2.6 向您办法两周半去地 技术分 5分 5分 4.5 6分 6.5 6分 同步分 5.5 6分 5.5 5.5 5.5 指得分 42.9 好 接下来是陕西号砂 407C 难度3.2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这条获得了71.04分 来看一下王家乐和于李卓 其实他们今天开场 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场 来看他们的第4跳 同样是407C的动作 在后面几跳的时候 状态需要再快速的调整 技术分 5.5 5分 6分 4分 4.5 4分 同步分 4.5 5分 4.5 5分 4.5 同步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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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米台 同步分7分7分7分6分6分 16分62.31 黄博 曾俊杰 四川中够407C 好 接下来是四川选手 黄博 曾俊杰 407C 难度3.2 完成了向内翻腾 三周半去报夕 其实两位选手也是非常刻苦的两位选手 这一天在场上也经常见到他们训练的身影 将其两位选手 翻腾前转体 其实我们说这个双人动作不仅是自己要完成好 其实整个同步性 它也会蘸取很大的分数 增分性 把好的状态要带进来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来看看207C 3.3的难度 吳已阳和争冰汉的演绎 这一跳之后 其实咱们也听到了 现场观众 给予他们的掌声 这一跳他们得到70.29 来到了第四位 广东海印的两位选手 来展开他们的第四跳 407C难度3.2 那今天所有的29组选手 将完成一共6套动作 我们来看他们的第四套 这个向内翻腾 三周半报夕的动作 在打开的时候 稍微晚了一点 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 很快的一个调整 因为对于我们 年轻的运动员来说 现在力量 腿部的力量 灯塔的力量 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北京水地方 也是在407C这个动作 出水前打开的时候 时间的把控上 有一些失误 4分13分3.5 6分6分5.5 同步分4.5 4.5 4.5 5分5分 时隔分45.12 陈瑞志徐新阳 上海号砂407C 来看看上海号砂的两位选手 完成向内翻腾 三周半报夕的动作情况 谭斌宇黄旗 重庆305C 来看看谭斌宇黄旗 305C NM72.8 他们来自重庆 其实今天这两位选手 在整套动作的难度细数选择上 其实并不低 只是可以看得出 他们光过教练对他们 在大赛上是有考验 磨练他们的要求的 第二十四位出场 安徽好沙 第四套动作 405C 难度3.1 在5米挑台 这套动作还是比较的自如 向内翻成两周半 号西 5分 6分 6.5 6.5 同步分 5分 6分 5.5 5.5 6分 十六分 53.01 罗廷恩 正信号 安徽好沙 407C 安徽好沙 难度细数3.2的407C 其实这两位选手我们看得出啊 再往录制好沙 再往录此的风格上去 7分 7分 6分 6分 6.5 6分 6.5 十六分 63.36 好 接下来是难度3.3的207C 陕西好沙的两位选手 其实整个的感受还是不错的 在空中同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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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望也可以看到 还是不错 好 接下来是山东的两位选手 407C 在做407C的时候啊 他要求我们的选手 要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周速 所以在完成周速的时候 还要能够全力地打开 对我们的小选手来说 这就是一次考验 好 第28位出场 天津好沙 下面翻腾三周半报夕 他们也完成了这套动作 这是他们今天的第四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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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印的两位选手 广东海印的两位选手 好 今天第四组动作的最后一跳 407C交给广东海印的两位选手 这一跳的 入水的感觉挺好的 技术分 7.5 7.5 7.5 7分 6.5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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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第一位出场的两位小将 来自山东 在前四跳当中 可以说他们没有失误